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動畫設計的部分 其實你要做這個動畫設計 老師說對老師來講真的還蠻困難的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不是設計系俗生的 那你要做這個很難 那有沒有比較簡單的工具 也許有些老師以前曾經在學校教過同學用Flash Flash雖然是不錯的軟體 但是第一個它現在不行了對不對 第二個你要畫那些角色有沒有有點困難 也是要有點天分才行啊 不然就是要會那個AI序背那個啊 對不對也要這樣 可是呢現在呢這個變得比較簡單 而且它可以跟我們早上的OBS做結合 我撥給你看 像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我可不可以放到裡面來對不對 OBS裡面你可以跟它做整理 對不對 這樣不是比較容易嗎 你要自己做這個你覺得難不難 真的等一下你不小心就會 我現在都是教那種不小心就會的 那我們今天會介紹大家兩個 一個是雲端的服務 一個是剛剛的那個AndMine這個軟體 那你往下走 像這類的服務其實國外也很多啦 國外很多齁 那比如說你點一下 像這樣進來 這個就是 做在網路上的版本 就是你發布之後一樣可以變成網路上版本 像這些圖 你要自己做 真的就不太容易對不對 好 然後另外呢 我們往下看 像這個 這個是假上科技的 Cloud Animator 假上科技可能有些老師有聽過 它有叫Credit Token 但是最有名的 好 所以你看它要做這個 事實上這個也有點像是我們講的 線上簡報的概念 可是呢 它做起來就是可以又動畫 又互動 好 這是它跟單純只有動畫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個也是蠻不錯的 這是我們大家會跟各位介紹的雲端服務之一 好 那另外往下這邊也有其他的 你可以看到其實 如果說我們光是畫這些圖 你有沒有發現就要花很多時間 像不像還是一個很大問題 更何況你要做動畫 對不對 所以 這些東西現在其實國外 國內都很多 可是雲端服務也可能是軟體的方式 角色都幫你準備好了 你就丟進去丟進去 事實上這個也蠻適合 就是您交給小朋友 因為它要的是什麼 講故事也好 或是它做簡報 但是它不見得要做原創的設計 可是它會用也可以啊 各位老師 簡報範本你有設計過嗎 你不是用得那麼好嗎 對吧 你負責的是什麼 你是做內容而已 對啊 就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了解這樣之後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信心一點 不會的不能回家嘛 這樣 OK 好 那軟體 反正下載了就下載了 待會兒再看 你們要先用軟體 還是要先用雲端服務 蛤 我們上課是都有選擇體的喔 都有選擇權喔 哈哈 老師想要先用雲端的還是要先用軟體的 好 既然剛剛老師呢 決定全部 我們就麻煩大家先把這個軟體安裝起來吧 點一下 好 執行 這樣有看到了齁 這個 雖然簡體的 但是沒關係 好接受一下 那你在裝這個軟體的過程裡面 稍微留意一下 我會建議大家裝到這裡的時候啊 它這裡是不是有簡體字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換成就是 你自己想要的資料夾的名稱 因為有些電腦 遇到簡體字開軟體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錯誤訊息 所以您裝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可以 換一下 好 好 那如果你已經裝下去了就算了 哈哈 沒關係 好 下一步 這個 就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選單的名稱 再下一步 這裡呢 有一個 現在軟體 因為WIN8以後 我們都沒辦法制定開始工具列 所以很多軟體除了放在桌面上 還希望你放到工具檔 什麼叫工具檔 就是放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放在下面這邊 你就不會忘了它 但是通常我就 不想要放在那裡 就放桌面上就好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麻煩各位呢 你把我們的這個 Animai這個軟體 您先把它安裝起來